北京企網零媒 韓聯邦安全局竟然都跟風 英國交付烏軍硫黃石 俄國士兵將感受地獄 以色列的洛拉要入烏 甚至比ATA CMS更好 金本沙咀烏軍佔上風 赫海藍隊再次被削弱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冷戰情室 我是寧遠山 今天是11月23日 星期三 我們首先關注俄羅斯總統普京寄希望於寧媒的報導 烏克蘭總統府顧問阿列斯托維奇披露 普京越來越多地依靠巫師、寧媒和尖聲師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軍隊 這個表明了他的政策出現了理性方面的動搖 在接受俄羅斯人權律師費金的採訪時 阿列斯托維奇指出 對末日的預感撕裂了人們的心靈 人們需要希望 既然軍方不能給予這種希望 就必須在巫師、占星家和神秘主義者中尋找 希特勒和普京都是這樣的情況 阿列斯托維奇強調 占星師和魔術師在普京安全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 這個意味著俄羅斯內部的緊張局勢越來越嚴重 蘇羅維金的指揮沒有發揮作用 神奇的伊朗無人機都不能及時到貨 到左都沒用 現在輪到占星師表現了 阿列斯托維奇表示 這個讓人聯想到希特勒在地堡裡的最後幾個月 阿列斯托維奇接著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還銷 他說 不排除在黑工的占星師內部有一個烏克蘭英雄 替普京挑選了最不吉利的開戰日期 與此同時 普京的保鏢正在接受訓練 通過建立精神力量來對抗催眠術 一份負責普京和整個黑工精英安全的聯邦安全局命令顯示 黑工可能真的手忙腳亂了 都在認真考慮對手們 會使用一整套陰謀論中才能探渡的手段 例如心理頻率發生器 具有心理作用的化學和生物物質 具有催眠和精神感染能力的人 以及計算機心理病毒等等 披露這份文件的是俄羅斯媒體內幕 這是俄羅斯反對派中最有信譽的調查性新聞出版物之一 該媒體提供聯邦安全局命令的副本 該命令針對聯邦安全局的業務部門 詳細描述向戰爭狀態過渡的情況 以及普京保鏢的心理狀態 會面臨怎樣的相關風險 根據聯邦安全局的文件 西方會通過媒體 近距離的環境 甚至輿論戰 來衝擊普京保鏢的心理 威脅聖誕中竟然提及了 心理頻率發生氣之類的無溪之談 文件表示 要通過政治培訓、明確計劃 通過介紹俄羅斯聯邦的精神價值和歷史等等 這些手段加強保鏢的精神力量 加強宣傳和西方對抗 媒體內幕認為 這一命令應該歸功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副局長 科莫夫將軍 據稱他對各種超自然現象非常感興趣 還擁有很多占星家、魔術師和靈媒 週一二十一號 英國三軍廣播服務稱 英國已向烏軍發送一種近先進 近現代的硫磺石飛彈的高精度版本 射程是烏克蘭之前收到的硫磺石兩倍 他將讓俄軍士兵感受到地獄 英國繼4月 援助為烏克蘭特製車再發射的硫磺石精確飛彈後 又加馬交付一批硫磺石二型雙模式反坦克飛彈 硫磺石飛彈是英國皇家空軍引以為傲的反裝甲武器 由歐洲飛彈公司、英國子公司負責研發 可由戰機、攻擊直升機、無人機發射 研製過程大量參考美製地獄火飛彈的開發經驗和設計原理 因此又被稱為歐洲地獄火 硫磺石二雙模式在飛行距離 彈頭和制度系統方面和以前版本不同 通常硫磺石從直升機上發射時 射程不超過12公里 從固定翼戰機上發射時超過20公里 但硫磺石二則分別超過40公里和60公里 硫磺石具備射後不利的能力 攻擊敵方裝甲部隊 使用毫米波主動雷達尋標器 能夠準確命中移動目標 這次緩呼的硫磺石二可貼殺裝甲車輛、火箭炮車、雷達陣地、炮兵陣地 和小型船艦等目標 這種飛彈每枚價約17.5萬英鎊 可以通過跟蹤部隊、飛機或車輛發射的激光來打擊目標 或者使用極高頻毫米波雷達 從預先編程的清單中選擇目標 在發射過程中飛彈之間交換信息 防止兩枚飛彈對準同一個目標 該系統使飛彈能夠掃瞄戰場 並選擇最合適的目標 避開民用車輛或不太重要的軍事設備 當有有軍發射激光引導時 硫磺石可以非常精確地在建築區使用 對平民的附帶傷害降至最低 硫磺石飛彈原設計是從戰機、軍艦上的無人機發射 為了讓烏軍使用、改良後可從商用卡車上移動發射 硫磺石和其他西方民有送來的類似反彈黑武器 在阻擋俄軍進攻的最近幾個月中 將發揮核心作用 媒體正在積極傳播 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胡拉塔 在週一、二十一日發出的警告 即如果伊朗向俄羅斯提供飛彈 那二個就可能向烏克蘭提供高精度彈道飛彈 國防快報認為最可能的選項是諾拉 甚至比陸軍戰術飛彈更好 諾拉的全名是遠程火炮武器系統 是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 研製的戰役戰術彈道飛彈系統 諾拉飛彈只有5米長 直徑0.61米 可以摧毀400公里以內的目標 它可攜帶兩種彈頭 通用彈頭和寸甲彈頭 其中通用彈頭重440公斤 寸甲彈頭重600公斤 用於摧毀染體之類的堅固目標 諾拉戰役戰術飛彈系統可存放7年 而且不需要在密封罐中精細維護 諾拉飛彈有三大特性 發射準備快、機動能力強、打擊精度高 它可在到達指定位置後幾分鐘內完成發射 啟動時 該飛彈通過全電動無液壓式發動機提供動力 可在10秒內以超音速呼嘯移出 離開發射平台後 諾拉使用單級火箭固體燃料提供動力 飛彈採用頭體不可分離設計 整體空氣動力設計則與美軍陸戰飛彈相似 美部搭載可動彈翼 主要用於修正飛行彈道 再加上慣性導航系統和全球定位系統 極大提高飛彈的空中機動能力 很難被攔截 不僅如此 還有操控人員進行電視終端制度 可以將誤差控制在10米之內 進一步提高飛彈的打擊精度 諾拉的體積小 重量輕 可以在普通卡車底盤上 安裝數量不超過4個發射裝置 它都可用M270多管火箭炮發射車 和多種艦船發射 可以說 以色列的諾拉 甚至優於美國的陸軍戰術飛彈 它的彈頭重量是陸戰飛彈的2.5倍 而射程比它遠100公里 雖然由於飛彈技術的出口限制 諾拉的紫面射程是300公里 眾所周知 以國之前採取中立立場 阻止任何以色列武器進入烏國 但最近以國同意轉讓有以色列部件的設備 但早在11月11日 以色列製造的蓋雅瓦米爾防雷伏擊保護裝甲車 被發現在烏軍前線 為蝦蟲之戰立下了漢馬功勞 在這個月11日 烏克蘭的特種部隊登陸了列伯河口 和黑海之間的金本沙咀 經過十幾天的戰鬥 尼古拉耶夫的軍政府首腦維塔利金 在22日星期二宣布 那裡的俄羅斯人已經被邊緣化 修復只是時間問題 早寫時候 戰爭研究所認為 烏軍解除俄軍在金本海峽的控制 對修復烏南地區具有戰略意義 如果烏軍控制金本沙咀 就能夠在基附控制的黑海沿岸 擊退俄軍黑海艦隊 如果拿下整個金本沙咀 烏軍士兵可以加強海上軍事活動 並有機會對列伯河左岸和 克里米亞的沿海進行打擊 同時保護尼古拉耶夫和克爾松港 另一項烏克蘭是黑海的行動 涉及11月18日 俄羅斯在黑海東岸的新羅西斯克港 那裡的一個運轉石油設施被襲擊 計劃的是 黑海艦隊的大型基地就僅靠著這個碼頭 俄羅斯的宣傳稱 這是烏克蘭海軍的無人船襲擊的 俄羅斯媒體聲稱 在現場發現了一架水面無人船的殘骸 這與之前10月底 在塞凡堡襲擊黑海艦隊的裝置相同 今年夏天烏克蘭襲擊克里米亞半島之後 俄羅斯把黑海艦隊的潛艇轉移到了新羅西斯克 英國國防部的分析稱 現在俄羅斯司令部很可能會擔心 駐紮在新羅西斯克的兩棲艦隊受到威脅 英國的情報分析認為 這一事件的全部細節仍然未知 但是烏克蘭威脅新羅西斯克的能力 可能在戰略上進一步挑戰黑海艦隊 呼籲俄羅斯在黑海已經減弱的影響力 進一步削弱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希望大家訂閱、點讚、轉回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